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搜寻一访 大自然是最神奇的艺术家 鬼斧神工带在世界各地造就了各式各样令人惊叹的地形地貌 加上气候的变化成就了一处处奇难险峻的圣地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个地方点燃了无数越野车迷心中的澎湃激情 是无数越野车迷心中的陡坡之王 狮子贝是一条岩石山脊的别名 它坐落在美国拱石国家公园的入口处 之所以得名狮子贝还要说它堪称奇观的地形特征 狮子贝整条山脊绵延竖里 山顶到山脚向的垂直距离超过200米 从视频中我们不难看出狮子贝的攀爬线路异常陡峭 上山路线虽然在无数越野爱好车的开发下变得愈发清晰 但光滑的路面也会对车辆及驾驶者造成不小的麻烦 上山的路线宽度大约在8至10米左右 山脚部分左侧是墙壁右侧是悬崖 而到了接近山顶时道路左右便是上百米的悬崖峭壁 最陡峭时攀爬角度甚至接近了70度 在这里越野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就是谨慎 否则很有可能会掉落山下造成严重后果 到达山顶后这套越野之旅也只能算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驾驶者需要从山顶5点钟方向走向9点钟方向掉头返回 下坡的时候就是考验汽车刹车性能的时候了 如果刹车失灵那么就等同于死亡 几年前在这里曾有一台越野车下坡时刹车失灵 在距离地面9米时失控滚落地面 好在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人伤亡 只是车辆受损较为严重 之后这段事故的视频大量在网络上流传 人们也对狮子辈又多了一份敬畏 在这里考验的是驾驶者与车辆配合的默契程度 以及越野挑战者的耐心和细心 想轻松爬上狮子的脊背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 更多先讯创业脑洞尽在搜据一方